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对心 下面继续宣讲 《入行论》 现在在《安人品》当中 轻如当无有任何损害 所以不应该生起嗔恨 今天讲的科班当中是 主要宣说这部分的道理 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这里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别人对我们进行侮辱 毁谤 或者说粗语和恶语的话 那么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任何损害 对自己的心也没有任何损害 这样一来 我们应该安忍别人的粗恶之意 昨天主要讲这个问题 那么对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是你们说的是对的 一方面别人用粗恶的语言来 进行加害的时候 虽然对自己的身体和心 都是没有什么危害 但是如果对我这样的毁谤 或者是侮辱的话 那许许多多世间的人们 对我不欢喜 对我不生起信心 如果对我不生起信心 对我的修行 对我的学法等等有一些障碍 所以我还是不愿意 接受别人对我的粗恶之语 如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对他可以回答 我们对他回答的时候 应该可以这样说 一方面是 别人对你进行毁谤的时候 是可能别人有点不高兴 因为别人知道 你有如何如何的过失 别人对你不欢喜 有这种情况 但实际上别人对你的不欢喜 别人对你的不满 对你的今生来世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危害的 阿底下尊者 以前也是这样讲的 众人不愚 正合我愚 意思就是说 现在世间上的 喜欢搞世间八法的这些人 不喜欢我的话 我很高兴 因为他们如果喜欢我 他们如果对我很认可 那我经常损损他们 这样以后我的道性 很容易失坏 所以说我们通过自己的智慧 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世间的这些人 对我不是很欢喜 对我不高兴 也实际上对我的今生来讲 在我的修道和一切行为 没有任何损害的 然而对我的来世 有没有什么损害呢 这也没有损害的 因为我修安忍心 我修持善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个别的一些世间人 对我不欢喜 也是实际上对我来讲 对来世 也是没有任何过失的 所以真正用自己的智慧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实际上别人对我的这种加害 和别人对我的毁谤 没有危害 而没有应该说 对我任何障碍 就像米拉日巴尊子 当时她在山洞里面 或者圣山当中 精进修持的时候 许许多多的世间人们不理解 但是不理解的话 对自己 对米拉日巴的寄生成就 有没有危害呢 绝对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 自己发清净的心 自己已经出了家 出家之后 可能你的亲朋好友 有些对你不满 对佛教不满 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这样的不满 是不是你自己成为造恶意的根本因 绝对是不会的 因为我是发出离心 发菩提心 我是想度化一切众生 而在这里出家为生 或者说我自己 一心一意地学佛教 学佛教的过程当中 我的亲朋好友 或者一些其他的人 对我不满的话 那这个是他们自己的过失 不是我们的过失 我们有些人 经常有一些怀疑 啊 我不如不出家好一点 我的亲戚好多人 依靠我而造业 然后经常毁谤佛 对我不满 其实不满 他们自己的业力向前 实在也没办法的 而为了他们的满足 让我们舍弃我的见解 舍弃我的学佛 那这是你非常愚痴的一种行为 因此我们有些居士 和有些出家人 为了护持别人的心 把自己跳入轮回的火坑当中 这是非常危险的 也不应力的 只不过是你自己 不懂佛教的真理 如果你真的要懂佛教的真理 那么别人说 你什么样的过失 也是无所谓的 这个人是不孝顺啊 这个人不懂世间法啊 为什么不照顾家里的人啊 等等 世间上有各种各样的 一些流言佛语 但实际上对我们的精神 也是不会有危害的 那么对我的来世 有没有危害呢 因为我的出家 我的学佛 很多人都是对我不满 甚至对佛教也不满 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这就是众生他们自己的业力现前 而我作为因 变成他们的危害 就不可能变成危害他们的 因此我们自己遇到一些谣言 这些应该大家 不要特别在乎 就像以前众同巴尊者也说了 别人的一些毁谤 或者是不悦意的语言 不悦意的语言 我们应该当作空骨音 如果不要产生不乐的心态 不会产生烦恼 没有产生烦恼 就会有成就 所以说我们世间当中的这种谣言 还是众生都是有的 但是你没有听的话 也可以说自然就无有了 这就是我们世间对语言 基本的一种对待的方法 因此我们遇到他人而高兴 自己失坏自己的道业 这也是不合理的 然后为了世人高兴 我不修忍辱 也是不行的 因此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 应该 别人对我什么样的语言 我不应该产生嗔恨心 有时候我们有些人 修行的过程当中 自己认为自己境界很高 但是真的遇到一些 外境干扰的时候 恐怕自己的忍辱修不了 尤其是别人亲自在当面 当面侮辱你 当面诽谤你 说你的过失的时候 很多修行人在那个时候 有时候自己的心安住不下来 以前我讲过吧 在拉萨附近有两位修行人 这两位修行人 一位他特别喜欢转佛塔 一位他天天都是在作禅 但是他们两个修行的方式都不相同 一个每天都转佛塔 但有一次修禅定的这位修行人 对转塔者说 他说我最近修行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最近我获得了 一个很好的一种境界 然后转绕者也知道 他对他的转绕不满 说是他的境界很高 但后来他说 你最好不要干扰我 不要打扰我 我现在境界当中要安住 作禅 那个时候转佛塔的那位修行人 对他用非常不满的语气说道 说是你什么境界啊 你什么作禅啊 你吃食吧 当时就开始跟他说了 这样一个不太好听的语言 后来这个人 马上生大的嗔恨心 就是你才吃食啊 你什么意思啊 然后马上对他进行驳斥 然后这个时候 刚才转绕者就对他说 对对对 你修的境界是非常不错的 你真的修出来了 一个非常好的境界 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有时候自己也觉得 什么外境都没有遇到的时候 自己也觉得 修二人之心应该是很不错的 但是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真的有人在当面 或者背后侮辱你的时候 你恐怕忍不出来 有些法师说是 要修安忍的话 一定要掌握空性 要获得一地菩萨以上的境界 但这一点都是也不一定 因为所谓的安忍 在我们凡复地的时候 也会有的 平时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些 别人的攻击 别人的危害 应该说我们现在通过学习 这样的《入行论》 应该在相续当中 生起安忍之心的时候 也可以修安忍 因此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当中之类的 这种公案应该说是非常多的 我们也应该这样想吧 别人对我不满 对我挖苦 实际上应该这样想 别人对我说什么 实际上这些声音应该 只要我没有特别去执著 变成一个空中的威风一样 应该对我来讲是无利无害的 所以不应该对他 进行讥讽 桃园 或者说进行诋毁他等等 这我们大乘修行人来讲 是不合理的 平时我们 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我看见很多出家人 和很多在家人 在说话过程当中 自己嘴巴比较会说一点 或者自己有一些口才 经常说一些挖苦别人 平时我们人与人之间 也没有必要说这样的时候 也是 哎 你如何如何啊 他的好多话里面 就说别人的一些过失 这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希望大家应该尽量地改过来 有时候世间的这些人 在中间经常刷一些聪明 说一些诋毁别人的 直接或者见解 就说一些诋毁别人的 那这样没有任何必要的 真正的修行人 他的语言是 应该对别人的相续当中 带来快乐 带来这种慈悲心 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我们也看到 有些上师的这种语言 有些道友的这些语言 当听到这种话以后 在自己相续当中 有非常大的帮助和意义 所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经常在说话过程当中 不要有一些 诋毁别人的这种语言 同时自己的语言没有必要的时候 也不要转弯抹角 现在有些人真的说来说去的时候 还是中间很复杂的 其实这个一个小问题 应该你当一个真实的人 不要经常在这个 现在世间上的有些可能已经搞惯了 尤其是以前做一些声音的人 在外面搞各种各样的世间法 即使你已经出了家以后 还在那个语言上 有很多很多的习气 根本转不过来 没有必要的时候 中间也是说很多很多的一些妄语 这是大家应该通过 我们学习之后 有没有一种改变 没有改变的话 我在这里也是苦口婆心的 说了很多 没有用的 你们这里也是在花时间 这样听的话 你的身后意 永远依然不变的话 那我们互相的学习 应该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但真正大乘佛教的教义和 大乘佛教的种子 并不是我们有些人的 所言 所行 所作所为 并非是这样的 虽然我自己修得不好 做得不好 但是应该经过多年以来 学习佛法 佛法当中是 到底怎么样说的 佛法的究竟内涵 让我们怎么样行持 这些道理上 我想是我们应该比较明白的 所以大家在以后的这种 当然如果我们修得 境界好一点 那别人真的诋毁你 别人真的要说你的时候 你就修安忍 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平时我们生活当中 给别人的这种影响 给别人的这种交流 交流的话应该真实一点 人要真实一点 不要人身口意 全部是虚无缥缈的 那这样没有什么可行的 因此尤其是作为 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不要学一些现在世间上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 狡诈欺骗的这种手段和行为 下面就是说 不应该嗔恨 利养的违缘者 下面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嗔恨的罪业 非常严重的意思 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别人不高兴的话 也不应该嗔恨 在这里对方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别人说 光别人不高兴 也不要紧的 但是如果别人不高兴 应该是影响我的名声 地位 还有一些利养等等 一些收入等等 这方面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不愿意 受到这方面的障碍 因此别人轻毁我 别人侮辱我的时候 我还是没办法安忍 对他也不得不生嗔恨心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我们下面也应该 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为爱利养故无 众无言受孙 这是对方的观点 对方是这样说的 由于侵害我 这样以后障碍我的利养和地位等等 所以说我非常不愿意 受别人对我进行的毁谤 或者侵辱等等 这样 当然这个颂词有几种解释方法 但我觉得这样解释 也是应该可以的 那么我们下面 对他进行回答的时候 无力总须舍 诸罪则久留 他这里回答说 虽然你说的也是对的 如果真的 别人对你进行毁谤 恐怕你的很多方面 受一些影响 比如说有些修行人 有些是出家人 这样别人说你不好 你的戒律不清净 见解不正 行为不如法 颠倒等等 这样一说的话 恐怕你的名声 地位 收入上面有一定的影响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不愿意自己受到不好的名声 很愿意 大家都对他的苦悲 比较好一点 很多人有这样的向往 同样的道理 作为一个修行人员是 如果真的受到 别人的一些毁谤 就害怕对自己的利养 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此不能接受 但是我们对这些人 作者对这些人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获得的这些利养 到了最终的时候 到最终的时候 应该会全部留在世间 或者是当我们 离开世间的时候 应该说是全部放弃的 留在人间的 你根本没有权利 一死一毫 就像《前行》里面 所讲的那样 有数前这种僧人的 一些大上师 大法师 那么他离开世间的时候 连一个僧人也是 没办法带着的 那么受几百几千的那种君族 当你离开人间的时候 一步一路也是 没办法带着后世 自己就像一个树友里面 把一根毛一样 不得不前往后世 所有当时的你的地位 财产 名声 眷属 亲友等等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全部放在人间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必定会出现的 所以当你离开的时候 的的确确也是得不到 任何利益 所谓的利益 就没有什么用的 刚才对方认为 我的利益受到影响多不好 对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对他回答的时候 你的利益受到影响就受到影响 这个是没有什么 如果你的菩提心 你的戒律 你的真正的见解 受到影响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世间当中 应该说是很可惜的 而你的这些利益受损 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 以前我们讲 释迦牟尼佛广传的时候 里面也不是有 有一些人当时古人的时候 受到名声 受到地位的时候 这是一种满满的手段 愿你发财 愿你升官等等 我们现在骂人的手段 不是这样的 当时真正的修行人 说是让你发财 让你有名声 我们觉得 别人赞叹我了 让我发财 出院我 可能我真的要发财 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真正的修行人 所谓的利益 就这些 有人障碍 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因此佛陀在《交往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吧 国王达达 死亡是 受用眷属不跟随 是否无论知何处 业入身影 净跟随 所以我们的这种 不管是国王也好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众生 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所有的经济 眷属 眷属 受用这些一切的一切 都没有跟随的 有时候我们看见 在医院里面也好 或者是在别的地方 有一些地位的 有名声的 这些人死亡的时候 跟我们的普通人是一模一样的 当他的所有 当他在活着的时候 好像一切的一切 有产权上亡的人围绕着他 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大家应该请求的 所以这些世间的真理 对佛法的这些真理 我想说我们世间有智慧的人 应该要值得考虑 如果你没有值得考虑 整天都是明明火火的 就是忙着世间的琐事 然后有些人整天都是 享受世间的这种 莓为佳要 或者是名声 没有什么用的 人死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样 有时候我们也应该亲自看看 人的这种真正的实际状况 但是你为了 名声和地位 财产 利养 所积累的这种罪业 比如说杀生 偷盗 说妄语等等 做各种各样的罪业 它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财产一样 财产和名声留在人间 你不可能呆住的 而你为了这些利养 造的罪业 就像我们刚才《交往经》 里面所讲的一样 就像人身体的影子一样 随着你的 乃至生生世世 什么时候你的 尤其是你造了恶业 什么时候你的亲生 没有受完他的报应之前 不会放过的 一定是所造的这些业 在乃至的轮回生涯当中 必须要亲自感受他的苦苦 所以说 我们真的有一些智慧的人 为了利养 不应该造业 作为修行人 尤其是现在有些修行人 不禁对现在的一些佛法的手段 尽量地提高自己的致命度 为了经常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 然后赞取一些心中的财产 在这样之后 你真的 自己的修行有没有影响 如果有了影响 短暂的人生当中的确是没有必要的 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道友 非常非常地希望 以后变成一个 真实的修行人 不要有名声 有地位 但是实际上自己的 一切的这种修行修正 全部无踪无影 反而为了这些 造了许许多多的恶业 这样的这种人生 我觉得是我们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 就是并不是为了培养这样的人 应该说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所谓的很好的修行人 最好不要留下这些世间的一些财产 名声 这样没有必要的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为了培养而生起嗔恨心 因为这些培养 你死的时候的确是全部放在人间 一点也是得不住的 那得不住的话 你这样的培养而造恶业 有什么用呢 不要造恶业的意思 然后下面有些可能这样想 虽然没有培养也是可以的 刚才说所有的这些经济 财产 这些都是我不能带到来世去的 但是如果一点利养都是没有 会不会我饿死了 一点利养都没有 别人毁谤我 我天天都是受别人的毁谤 可能有很多人都是不喜欢我 不喜欢我 没有供养我 没有供养的话 我会不会变成乞丐啊 最后连生活都没办法解决 会不会这样呢 那么寂天菩萨师 你死就死吧 你要很纯洁的 不苟然的 这样的生活状态当中 你死的话 非常好 早一点死了 他这里说 他这里说 只要你的生活非常清净 没有与世间八法和邪命养活 没有邪命养活的话 那么你很快死都非常好 应该当下死亡也没有什么原因 但千万千万不要 与邪命养活 我们世间当中所谓的邪命养活 如果他从广义上讲 凡是不正当的 通过不正当的 非法的手段 而得来的这些财富 这些全部属于 邪命养活当中 有些佛经当中就是说 我们的六根是 善于外境而所带来的 这些财富和罪业 这种生活也叫做邪命养活 但具体在《宗观宝门论》 和《善法宝门论》当中 都有阐述吧 总的来讲作为一个真正法拉菩提心 大乘修行人千万不要 以五种邪命来过这样的生活 五种邪命 首先是扎现唯一 扎现唯一 大家应该清楚吧 我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 财产 或者是名声等等 然后自己的行为 装得如理如法的 听说有些人都是为了 得到一些佛教徒和信徒的认可 本来自己不是出家人 装着出家人 然后在别人面前 什么灌顶 说神通等等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眼睛都睁不开 特别如法 跟真正菩萨的相 和没有什么差别一样 但过了一会儿 施主不存在的时候 他的行为 马上就变了另一个人了 这叫做扎现唯一 扎现唯一 然后谄美奉承 谄美奉承的话就是说 他为了达到一些目标 经常赞叹 啊 你对别人是不是 供养过很好的一个东西啊 其实我非常地 珍惜你的功德 因为你这个施主 我看了都是 好像很有福报的 你这种人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很难找到的 应该是有福报的 可能你的钱是不是 波斯利王的这种 因为波斯利王当时是在印度 应该说所有的施主当中 也是最富裕的 现在很多人 为了达到一些目的 把施主 有些你是波斯利王的 我是舍利子 我们两个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 都是有一定的 殊胜的因缘 其实现在很多有些 真的一些假修行人 也不敢说吧 自己自己宣扬是 什么舍利子 目犍连 阿难 家世 所有的 原来是在一段时间当中 莲花生大士时代的那些弟子 全部变成活佛了 但现在 佛陀时代就是很多的 但当时的舍利子 目犍连和这些 神通 神变 都非常超越世间 按道理来讲 我们心的相续 越修越上去 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 应该有这么长的时间 真正是这些圣者都化生 现在的神变 神通 各方面都是 应该来说 比以前有所发展的 但有时候这方面 可能不是特别明显 也许诸佛菩萨 在众生面前显现吧 因为末法时代的众生面前 越末法越显现的 圣者们也是越来越顿 也许是这样的 但也许我们所谓的转世 所谓的这些 大家所信仰的对境 也需要值得观察 这一点 我们也是不敢毁谤 我们也并不是说 所有的这些转世佛法 这些是不合理的 不是这样的 以前古代藏传佛教来讲 也是确确实实是 有相当一部分的转世 这些真的是 从他的修行 经济 弘扬佛法的能力 各方面来讲 应该超顺于世间的人 但现在语论混杂 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水分 有很多加的成分 这些方面我觉得 所有的佛教徒 也应该要去世 我刚才说的就是说 谄美奉承 就是说 你的功德如何如何 一直赞叹 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利养 这叫做谄美奉承 然后旁敲辞 我想很多人也知道的 通过其他的方式来 以旁敲辞的方式来 将别人的财富 开始归为己有 这种方式 还有叫做 应该是窍取恶索 窍取恶索也是有种种的手段 各种各样的手段来 把别人拥有的这些财富 现在很多人的这种方法 比较多的 施主们也应该 很多方面值得观察 你供养完了以后 然后再后悔的话 不太合理 没有必要的 所以这是有一种方式 还有成为薄荷 成为薄荷的话 给你给一点点东西 他想获得 我今天这是加持品 这个是金刚袋 然后这个头发 我前世的前世的头发 这个衣服是什么什么的衣服啊 加持品给你 然后慢慢想获得 比加持品的价值更昂贵的 一些这样那样的东西 那么这些也是一种邪命 这五种 按照龙龙菩萨的观点 叫做五种邪命 其实五种邪命 所得来的这些财富是不好的 应该作为一个修行人 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而得到的这些财富 应该对你的修行来讲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此在我们这里 当时寂天论师 就是宁可我们 很快死也可以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以邪命 活着这样的人间 世间的话也是 比如说 我们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以前那个 比如说像伯仪和纪索 这个公案大家都 修计他们的公案 大家都是也应该清楚的 以前应该在上朝的时候 下上诸 应该上朝的时候 一位郡主的儿子 他们为了遣上自己的地位 后来跑到别的国家 然后到了诸国的时候 当时诸国正在向上朝起义作战 当时他们很想 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诸国根本没有答应 没有答应之后 当然上朝就已经灭了 然后就开始诸国行人 但是他们到了国家以后 后来他们心里面怀有成见 然后一直没有吃出过的粮食 后来他们在那个国家已经饿死了 所以我们世间的 有些人当中真的是有些决心 决心很强烈的 我都有时候想 我们修行人当中 真的有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决心 很多人的修行是会圆满的 还有一些 比如说树武模样的故事 他也是在那里 当时树武模样的故事 当时他也是在那里 已经十九年吧 应该记得 十九年当中没有投降 然后也没有享用他们的这种饮食 自己在口口的时候 到山上去吃一点喝水 血 还有饿的时候 手朴 包括自己皮带 这些 最后他返回来的时候也是 当时人们对他的精神是怎么样怀孕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真的有些 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在家人 出家人 如果真的对发心方面 我宁可死也可以 我千万不要以这种邪命来活热 一定要我活在这个人间 还是很干净的 不要这样 这种行为应该是难能可贵 非常难得的 而没有这样的 每天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 虽然你有名声 也有地位 也有财产 但是这是非常肮脏的东西 应该说对你的精神和来世 构成不良的后果 所以没有实在真实的意义 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构案终究竹 像这样的人可以说 构切图案的一直得果切果 在世间当中 活的时间是百年也好 十几年也好 活的时间长 但最终不管怎么样 你自己造的这种罪业 一定会是要承受它的果报 你活多少水也是 凡是终有一天 要感受这种死亡的痛苦 不如你没有造罪之前 而死的话 临死的时候 这种巨大痛苦的代价也是没有的 然后死亡之前 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造的恶业也是不多的 所以我们世间有一种说法 叫做恶人断命 世人无害 就是对恶人的命断了 世间上的人们都没有损害了 还是早一点 死了也是好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好不容易 变成一个学习佛法的人 但学习佛法的话 修学佛法的人当中 也有许许多多的 一些真真假假的 有些完全都是以佛法的名义 以佛法的手段来 在自相续当中没有利益 反而造了很多恶业 这种现象也是有 但是这毕竟是少数的 因此我们大多数的人 首先应该自己要考虑 依靠佛法来显命养活 这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大家应该 精进地修持 那么我们下面下一个颂词 就是说 利益无有实质 讲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依靠利益而活着 实际上这是没有任何事宜 就造了很多恶业 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 大家在讲如性论 学习如性论的时候 不要光是讲一点 会讲一点公案 然后字面上简单地解释 不要留在这样的一种层面上 应该在这个课判上 到底讲的是什么 然后这一个颂词的主要的 最关键 突出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就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掌握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 利益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这种利益没有的话可能不行吧 还是这个利益是有重要吧 然后我们下面讲 世间上有许许多多的人 虽然希求这样的名为利益 但是这种利益 一点意思都是没有的 虽然你依靠利益来 活了一百年也是 终究没有什么实质和意义 就像是八教授的本质一样 没有任何实义的意思 下面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这个颂词当中就是说了 比如说一个人做梦 就是说快乐一百年 就醒过来了 另一个人做梦 也是受快乐一瞬间 这个人也醒过来了 这两人醒过来了以后 梦的这种快乐 的确也是不会再浮现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世间上当中 有些依靠邪命燕火 活了一百年 有些人活了短暂的时间 但是当他们两个临终的时候 原来所享受的这些快乐 全部都是不复存在的 只不过是成了 梦的影响而已 没有了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也可以用这种比喻来了知 比如说一个人 他做梦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南科医梦 和华莲梅梦当中 所讲的公案一样的 世间当中的确也是有这样的 从年轻一直到 最后睡了 死亡 这么漫长的世间当中 也有这种做梦 但这个当中 如果你当一个国王 享受各种各样的 世间的余妙 那么你享受的时间 应该说是非常长的 然后另一个人 他做梦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他就当了国王 当国王马上就已经醒过来了 当时你这两位 醒过来的时候 在心觉的心态当中 有没有真实的快乐的失职 绝对是没有的 因为本来我们从 隐秘的这种观点来讲 也是所谓的梦 是错乱的一种意识 而当时在做梦的时候 的确也是有外境的享受 可是你醒过来了以后 这两者都是不复存在的 这完全是一种迷乱的现象 除此之外 它的本体是不可能持有的 这两者最晚了以后 梦中的快乐会不会回来呢 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的人的快乐 也可以这样来比喻 那么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怎么会做梦的时候 会用这么长的时间 感受暗怒 这的确是有的 前面所讲的公案也应该了知 还有以前有一些法师 也有这种说法 这个来源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以前有一个人 他抛一杯茶 然后休息的时候 就开始睡着了 睡着以后 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在那里娶妻生子 生了三个孩子 后来这三个孩子都要治了 要治之后 他就非常的痛苦 他在痛苦万分的时候 已经醒过来了 可是他醒过来的时候 原来他抛一杯茶的闻起来 还没有消失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有这种 在世间当中的确是 有这种现象 以前我有一个邻居 他是当猎人 他经常杀生的猎人 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他有没有来源 也不知道 他说 以前有一个猎人 他说 像我这样的 以前有一个猎人 有一次到一位上师那里去了 那位上师叫他不要杀生 但是他不太愿意 后来上师加持他 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让他休息的过程当中 他就把自己的下半生 整个有非常长的一个经历 然后他就死了 死了以后变成中医生 中医生之后 最后就变成一个猎狼 然后在当他猛死的时候 也是杀害了很多很多众生 有一次他白色的狼 有一次在山顶上 他实在是吃不到东西 他所杀的养殖这些都是没有找到 然后他就非常的痛苦 因为有时候狼他就痛苦地哭 然后他在苦地的过程 大声地哭的时候 他就醒过来了 后来他就觉得上师的加持也不可思议 他自己也是以前杀生无数字 一定会转生为狼 然后他自己在上师面前发愿 从此以后再不杀生 有这么一个故事 这也是别人传来的 应该也是吧 这样以后 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很多这样长的故事 不管是怎么样 你做梦 做得再长也好 短也好 凡是你醒过来的时候 对这个是不可能再浮现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依靠邪命养活 活在这个世间上 有些人现在都是当老板 或者是负败分子 领导 有一些有钱的人 真的看起来也是他的生活 他自己认为 好像百年前年都住在这个世间 但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现在的生活 实在是没有任何价值了 没有任何持续了 越富裕越享受 说享受也没办法 所谓他的身体也是这么一点 他吃的只有人这么大的肚子 除此以外也吃不了什么 一天只吃三顿 然后他穿衣服 也是穿几件衣服以外 他没办法享受 后来独播 搞各种各样的邪法 那这样的活着 他认为是一种快乐 这种快乐 跟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贫穷的人 或者生活非常简朴的 这样的人比较起来 你临死的时候 应该说是 刚才那个邪命养活的人 造了无数的意义 跟着他的前途 一定会堕入而去 而刚才生活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人他不一定 堕入而去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应该在有些 临死的时候 也是可以考虑得到 这个人活着的时候 造了很多的业 肯定是没有希望解脱的 这个人应该会有一些希望 所以我们世间的 寿命是长也好 寿命是短也好 寿命的时候应该说是 刚才梦醒过来的感觉一样 他的利养 财富的本质上 一定也是没有意义 其实世间我们的人生 本来也是应该说是一种假的 跟梦没有任何差别 跟世间的作梦没有任何差别 我们梦与心的辩论当中 也已经了知过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炮音的 这种教言当中 大家也了知 一切是无有事者的 以前有个庄主梦蝶 故事当中也应该知道 当时应该是战国时期的 庄司非常著名的 那么他有一天做梦 做梦自己变成蝴蝶 然后醒过来了以后 他就根本分不清楚 刚才那个蝴蝶是现在变成我 现在的庄主呢 还是现在的庄主变成蝴蝶 他就根本分不清楚 后来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 也应该把它作为 不管是人生哲理也好 还是哲学思想 以及在文艺圈当中 也是引用所谓的梦和心 就是无而无别的方式来 大家思索 一直探索等等 也有这样的说法 因此我们有些世间人 你们佛教说 一切都是如梦如幻 如抛音 那这样的话 生活怎么会有意义的啊 不能这样想 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 它的真正的文化遗产当中 真正的一些文学知识里面 应该说人生与梦 无有差别的 人生的这种本化理恨 应该以梦来进行宣说的时候 非常有深奥的意义 因此我们也应该知道 长和短在我们人间也是有的 然后梦中也是有的 不仅是世间当中 有这样的故事是无数无边的 包括在佛教当中 当然佛教界当中 我觉得真是非常多的 就像我们藏场佛教当中 德琴朗巴大概是下午的时候 他就到红色通山 然后到了晚上 中夜的时候就醒过来了 在整个过程 你们也以前看过 翻译过这个境界 还是非常广的 汉地的汉山大师 他的《梦与经》里面 也是他去五台山的白台 然后再沐浴 还有看见一个印度僧人 享用老江的整个过程 也是非常漫长 因此我想 不管是佛教界也好 或者世间的文学界当中 人生与梦结合起来 了知人生的哲理 这样的学问 应该说是非常深奥 因此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我们的人生是 短暂的一场梦一样 千万不要在做梦般 这样的人生当中 依靠不清净的生活来活着 这样没有任何事宜 应该这样来想 下面就是说 他下面这一个颂词当中就是说 我们假设说得了 许多丰厚的利养 在世间当中 尽心地去享受快乐 可是你到了死的时候 的的确确是遭到抢劫 遭到盗劫 将你所有的利养全部切除 全部留在世间当中 而你自己 赤裸裸地空手 没有任何善根 而前往后世 这是应该说 非常可怕的 我们世间当中有些人 可能一辈子都是 心里面没有 真实的佛教信仰 行为相当不如法 以前藏传佛教当中 有一个叫黑马拉玛 他一辈子当中 享用心才 没有好好回想 但后来变成 孤独地狱的众生 受无量的痛苦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应该值得 观察自己的相续 自己的生活 清净还是不清净 如果不清净的话 千万不要以这种 邪命的方式来活着 你这种邪命的方式 虽然得很多的财产 现在有些人也是依靠 比如说买金书 买佛像 或者说 依靠各种方式来 应该说自己还是 有一定的 丰厚的经济 但是这种生活 并不是很有意义的 应该自己该忏悔的 忏悔 该做的 该清净的 应该清净 否则的确是 自己这样利养的生活 是没有意义的 佛陀在《毗奈与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当断一切贪念利养之心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尽量地断除自己获得利养 我现在通过学习 以后变成如实的 尤其是对有漏财产上面 大家都是不要特别地去希求 就像以前 华智仁波切到处运游 讲经说法 别人对他供养什么 都不接受 有一次超度的时候 本人对他供养三匹马 他说不需要 一匹马有三匹马的痛苦 然后一条茶叶 有一条茶叶的痛苦和烦恼 所以我不愿意 结束世间的有漏财产 当然我们像到达他那样的境界 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现在有些人们 对基本的因果全部抛之牢 就是一点都是不注意 这是非常的可怕 法王如意宝以前的一个 他的修行道歌当中这样说的 现在的人们对因果一点都不重视 拼命地造恶业 是不是所谓的地狱已经毁灭了 地狱已经不存在了吗 就是它是由这样的 一个凡文的方式来说明 我们现在有些众生的 恶业的行为 因此我们自己应该尽量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非常圆满 这种修行人 恐怕也不一定能当得到 但是最好也不要 变成佛教的贝类 也不要变成佛教的法有子 尽量自己所学到的这些知识 用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 应该自己的生活 比较清净地过下去 这就是我们一个 修行人究竟的愿望 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道友 也应该这样想 我们现在这个人生 的确是做梦一样 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全部会是果言语言 全部化为无有的 为了这样的虚幻 而造成很大的恶业 实在是不值得的 的的确确是 我们也是心里面这样想的 但有时候在自己 修行过程当中能不能做到这样呢 也没有非常严满地做到 可是现在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修行人 应该是很知足少欲 做的什么事情都是 经常以清净的行为 清净的心来对待一切众生 这一点的确是非常随喜的 因此我们任何一个佛教徒 尽量地心放在佛法上面 然后尽量地弘扬 我们这么一样殊胜的教法 现在世间上的人跟 想法与我们佛教的思想 很多地方是背道而驰的 逐渐向他们的思想 转到正道上来 这一点我想我们大乘佛教徒 每个都有 每个人都有不可退协的责任 自己看看有些 尤其是在我们人 遇到这些经济 遇到这些名声 这个时候很难以抵挡 在这种情况下 尽量地 尤其我们这么多的 有些修行人 回到城市里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的确很多人都比较注意 我原来刚开始到别的地方去安居 那个时候有人给我 供养十元钱的时候 我就非常害怕 自己觉得自己在邪命养活 然后自己马上当天都是 念一万遍观音信咒来忏悔 但现在的确跟那时候的 心态相比较起来 觉得非常惨愧 那个时候我不管是白天也或 晚上也还是很精进的 经常心专注在法方面 现在虽然并不是离得很远 但是有些心态 因为受到外里的一些影响 外面各种一些不好的影响 连别人对他供养的两件衣服 都是马上供养给别人 然后有些上师给他的人生 马上把供养给上师 我是出家人 不能这样啊 刚开始的时候 非常地精进 但是这种修行能长期到多少时日 也不好说的 一定要发愿 不过你一天有这样的精进心 也是非常随喜 非常值得赞叹 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所谓的修行和所谓的出家 好像看着一种形象 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尽量地造一些善法 否则道士和领走的时候 一切的一切 就像一个人 在路上遇到强盗的时候 所有身体上的金银财宝 全部强光了一样 但是你跟着的是什么呢 就像你身体的影子一样 善和恶一直跟着你 就像《涅槃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善恶之宝 如影随行 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这个因果 我造的业和造的善业 永远都是跟随着我 可是世间的一些财产 名声 地位 的的确确是不跟随我 你懂得这个道理以后 你的行为上有着改变的 有些人是不懂的 有些人是虽然懂了 但是在实际行动当中 做不到的这种情况也是有 不管怎么样 我们内心当中非常希望 自他一切学习 这部论典的人 都变成一个 名副其实的修行人 好 讲到这里 在实际行的图里面 我肯定是不懂的 我的天才是不懂的 是不懂的 是不懂的 你修行的 我肯定是不懂的 我肯定是不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